7月15日艺人吴卓熙现身香港体育学院出席 齐心护鲨鱼 有出个未来的保育活动 作为活动大使的他表示艺人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自己有义务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当一个艺人 因为我觉得艺人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吧 所以我觉得齐上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艺人必须要去分立吧 我觉得对 卓熙在活动上呼吁市民在喜宴上不要食用鱼翅 但问到自己日后的喜宴 可有和母亲商量 他笑言母亲根本不关心喜宴的安排之事 只关心什么时候可以抱孙子 结不结婚他都没有过问 你知道吗 他只问了那个孩子什么时候带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结婚那个婚宴 我觉得是他没有提过 说到好友黄宗泽近日与陈嘉环传出绯闻 卓熙表示自己也有看到近期的新闻 正想联系对方 就问心屋入伙 不叫自己 但对于私人的问题 就应该由对方来回应 结果问题我最后才问他 为什么他办这个新闻家 为什么没有请我去 没有请我跟三哥去 但是其他事情 私人事情 留给他自己一个人回答 我是局外人 所以不应该过问太多这个事情 对 四成五十个接力比赛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那本来是一个人的 急区观点 关注 关注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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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